大家好 我是广志 谢谢 谢谢 我最近发现 我个长相会给我带来一些困扰 当然不是丑啊 是我长得太老实了 这样很容易让我遭到一些道德绑架 就比如说当有人问到我的择偶标准的时候 我发现我没法回答 我喜欢一个性感辣妹 大家会觉得 啊 他不是应该喜欢善良的吗 就我这个长相 只要是喜欢一个辣妹的话 我就是个坏人 我现在就特别羡慕那些天生长得很坏的人 他们只要不骚扰辣妹就是好人 我最近还有一个发现 就是女性越来越好看了 就为什么以前没有发现 可能是因为最近挣到钱了 敢看他们了 看完之后我会觉得 现在女性的平均颜值比男性要高 对不对 当然这个是我为定的责任 但是看到徐志诚之后 我觉得他的责任更大 长得越差 合人越大 当然出现这个局面 不是我们男生不求上进 而是你们女生进步太快了 你就像我每次出门前照镜子 我看着我刚用洗面奶洗完的脸 再闻一闻我刚换的衣服 还散发着洗液的清香 这个时候我都会觉得 我不能再打扮了 再打扮下去就有点过分妖艳了吧 你要相信我们每个男生出门之前 都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最亮的仔 我们也是出门之后才知道 好像林云家的狗都比我们精致 所以每当有人说我不修蝙蝠的时候 我都特别地委屈 因为那已经是我努力精修过的样子了 就那一刻我才明白 在背后偷偷地努力 看上去毫不费力 是这个意思 但其实我们男生也有外貌焦虑 我身边最快乐的一个人 就是一个单身多年的小胖子 他是那种看见美食 比看见美女还要开心的人 完全没有身材焦虑 然后也不想着谈恋爱 但他就是快乐 就他的那种快乐 就让你感觉生活拿他没有办法 就一般这种感觉 生活正面对抗的人 都是我的偶像 但结果前两天 我的一个偶像跟我说 他想减肥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他想谈恋爱 当时听到这句话 我的感受就是 我塌房了 他竟然要谈恋爱 没想到你胡子拉扯的 竟然也要取悦女性了 跟绿茶有什么区别 你这个胡茶表 对压力就特别的大嘛 然后前两天就去玩了一次密室逃脱 当时去的那个地方 号称是全上海最恐怖的一个密室逃脱 但我去了之后发现装修也一般 我就问老板 你这也不恐怖呀 老板说一个人598 我说你等一会 这有一点吓人了 更恐怖的是 我去了之后才知道 那个局全是我们公司的男同事 你知道就以我现在这个年纪 遇到这种局的心态 只有一个就白跑一趟 我觉得去鬼屋玩一定要男女搭配一块去 因为你跟同性朋友一块去的话 进去之后就会发现 那个房间里面呀 除了恐怖就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在里面就只能干害怕 因为在那种环境下 男生的天性就是想要保护女生嘛 比如有一个女生胆子比较小的话 我们站出来一保护她 大家就都不害怕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几个人里面呢 胆子最小的就是吴星辰 当吴星辰在里面被吓得大喊大叫 上蹿下跳的时候 我们发现 她并不能激起我们的保护欲 不仅不能激起我们的保护欲 甚至我们也想吓她一下 怎么不把你吓死呢 她当时是扎了一头脏便进去的 进去之后她的脏便直接被吓开了 你们可能有人见过她 她那个人怎么说 头发又长长得又丑 当时整幅画面看上去 她比那个鬼更像鬼呢 就每一次她在里面被吓得大喊大叫的时候 我身上都会产生一种冲动 就是我今天我要保护那个女鬼 第二位朋友们就谢谢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徐志尚 确实这个节目效果确实是很多演员靠努力无法达到的 等一下就变了 对啊 郎伯禄啊 确实节目播出最后收到了一些好评啊 全是夸我丑的 真的我说我研究生刚毕业 大家也不信 还有人给我发微博视信说 你给我看看你的学信网截图 确实刚刚研究生毕业啊 我就发现在社会里和在学校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你在学校里你会发现身边的人都特别有梦想 你感觉每一个人都活在梦里 我一个同学啊 他的梦想就是去美国留学 然后从大一就开始努力 每天非常努力的倒时差 他就认为他和去美国之间就差12个小时 我另一个同学啊 他的梦想就是去拉萨 我俩刚认识的时候 他就一脸庄重地看着我 他说自圣 你知道吗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去拉萨 我站在旁边看着他装重的样子 我都感觉他是文成公主 而且他也不努力 我倒时他同学都过来劝他 说你得努力啊 你实在不行去楼底上练练高原反应什么的 但他不是喜欢宣扬他的梦想 经常跟我说 我说自圣你知道吗 我说哥们我知道 你有一个梦想是去拉萨 现在我都有一个梦想 就是送你去拉萨 真的你去拉萨的火车票 我都替你看好了 来回七百五 你要从大一一天存一块钱 你现在从拉萨回来两趟了 当然了 我也根本不想送他去拉萨 我说让小鹏批舞送你去吧 他有百变空间 开累了还能躺下休息 读读书什么的 他说读书我等啊 自圣我接你第一眼 我就说自圣你就得多读书啊 但是你会发现进入社会就不一样了 进入社会真的很难 找工作就很难 你在学校里还会能经常听到别人安慰你 说一下自圣没事 你们年轻人的机会是无限的 但是当你出来找工作 你就会发现年轻人的机会确实是无限的 但是年轻人也是无限的 而且根据求极限原理 无限比无限很有可能等于零呀 听不懂这个梗呢 真的很难有无限的机会呀 找工作人家挺难的 而且招聘要求上一个个还在那写着 要求什么五官端正 普通话标准 我说这个针对性是不是有点太强了呀 去年我还是找了一份实习工作 是在一个教育机构里当初中物理老师 然后我遇到这个领导特别喜欢劝别人喝酒 我第一次跟他喝酒我就说 我说领导我不会喝酒啊 真不会 领导说真不会啊 我说真不会 真不会 来来来 我教你 来你看 这个是酒 这个是嘴 喝酒啊 唯一的难点就是把嘴张开 就这种领导教你的 有很多东西是领导是不教你的 但他认为你知道 有一次我跟我的三个领导坐电梯去吃饭 大家可能知道啊 在电梯里有一项潜规则是谁的地位越低 谁就应该按这个电梯按键 但我当时就认为是谁离得近谁按 所以说我和我的领导从12楼到9楼吃饭 电梯门打开还是12楼 所以我的三个领导开始同时把目光看向了我 我在那儿就以为是他们想让我缓解一下这个尴尬 那个领导说 我说领导啊 这个按电梯啊 就是这个是手 这个是按键 按电梯唯一的难点是你要用手给这个按键一个压墙 但是当你为了缓解尴尬讲了一个梗 但你发现整个电梯里回到那却只有你自己笑声的时候 而且这个小领导真的是很生气 他出去之后开始给我传递一些特别错误的价值 然后给我说说 只剩啊 只剩 你都进入社会了 你应该学会先当狗再当人啊 真的 这一句话就整个的颠覆了我对进化论的认识 就因为这句话对我的重启太大了 我紧接着问了领导一句 我说领导啊 那你现在是人是狗 我还在这里向大家 大家好 我是胡乱 听点有文化的脱口秀 我从来都没觉得我有文化 至少是进脱口圈这个圈之前 我没觉得我有文化 今天我想聊消费 现在讲一个真事 我的朋友王建国 王建国 不爱车 不爱表 甚至不爱消费 最近上网被卖菜刀都顶上了 喜欢上了买菜刀跟磨菜刀 他前两天跟我说 他后来我昨天磨了一宿的菜刀 后来发现磨反了 我说你是磨成贱了吗 他说哎呀我就是喜欢磨 我说是磨得磨磨像薄阳嘛 实话实说我还不如他呢 我自己最近爱上了买NBA球星卡 就是你不理解是吧 很简单就是一个纸片上面画着人 我周围朋友也不懂 你们可能想不到最贵的那种卡片 一张签名的卡片好几百万美元 但我买的都贼便宜 其实我不懂 为啥一个签名能卖这么贵 二手网站上面有卖我签名照的 37块7 总50块钱降下来的 50块钱我还收藏了一些 然后呢二手网站动不动 星球中我发那个链接 你关注的宝贝又降价了 球星卡不是球星卡对吧 那是青春 很简单 钻石 钻石为什么那么贵 它是爱情 钻石象征爱情已经很荒谬了 现在不提品牌名字 现在有的品牌打的广告是一生只能买一次 买这个钻石需要登记身份证 我开始不知道 我说登记身份证这是怕我沉迷吗 不管怎么说对吧 消费主义你该买还得买 这个对男生说 你该买还得买 你不能跟女朋友说 哎呀我跟你讲 那个钻石跟煤本质上都是碳 女朋友说 那你跟王毅不是还都是人呢 其实一样 商家其实就是把一块钱的商品 赋予两块钱的意义 然后三块钱卖给你 我们透休不是吗 我们不值钱 但是快乐很贵啊 所以票就很贵嘛 所以现在有观众抢不到票 就会说那种非常伤人的话 忽然两年前在上海 两块三拨三随便看 我是说了脱口秀之后很久 才接受了看我需要花钱的这件事 我直接摆领程序员你随便看 再上一次看我需要花钱 还是我满月的时候 从我们现在掏出钱 方法太多了 那商家无所不用其极 我前段时间去了一个书店 书店现在都已经开始出书的盲盒了 那一刻我都已经惊了 真的我惊了 我说知识能这么学吗 学啥知识看命啊 命运改变知识啊 我现在就是不敢好任何的东西 爱好太费钱了 很简单 就是你当你清楚了一个东西好坏之后 你就总想整点那个好的 什么摄影穷三代为啥 就是一起出去摄影 人家掏出个胆反 咔咔咔在那拍 你拿出个手机 咔咔咔咔咔咔 他不像话 我之前看过潜水 我想潜水好玩 让我玩潜水 我看了一些潜水装备的价格 我觉得人类就应该生活在陆地上 后来都说还有更可怕 都说现在有潜水摄影 我说这得穷多少代 有爱好不可怕的吧 可怕的是喜欢坚持 因为贵在坚持 我带着我兄弟王建国的遗志 我带着我兄弟王建国的遗志 我自己我最近这一年其实我特别喜欢看直播买东西 我在抵抗了一阵子消费主义之后 我也投降 打不过就加入嘛 我看李佳琪 我之前看说姐妹们 她说姐妹们 我感觉就是 她是不是歧视我 但后来一看东西这么便宜 我觉得她可能也不是故意的 现在她在说姐妹们 我说我在呢 我觉得现在直播真的就是经济学奇迹 你知道吗 就是很难看到这个东西 就是顾客和商家都觉得自己赚了 你说不对啊 有赚有亏啊 你问他们说那谁亏的呢 都说没看直播的那些人亏了 我自己想想我跟消费主的关系 很简单 八个字 深受其害但乐在其中 没怕去那家买还是不买 理性 理性就好 好吧 谢谢大家 我回来 大家好 我想先问一问咱们现场的女生朋友们 你们平时喜欢做美甲吗 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 我女朋友特别喜欢做美甲 而且她做完美甲那一天 整个人特别开心 受误足道了 莫名其妙跟我剪刀石头布 剪刀石头布 你感觉她也不想赢 她只想说布 我一开始不太理解 人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 来修饰自己这么细微的一个部分 然后她就跟我解释 她说做美甲 对于女生来说 是非常美妙的一个消费体验 因为一般的美甲店的环境都还不错 对吧 你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指甲油的颜色 你可以看见自己的手指 慢慢地变好看 美甲师还会攥着你的手 说哦 你的手真好看 对吧 没有哪一个部分是会让女生不开心的 但是对于男生来说 我们不会太在意这种消费的体验 我们只在乎结果 你给我结果就行了 我甚至觉得有些消费场景 只针对男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种 商圈一层的十元快捡 十元速捡 十块钱快速给你捡一个头发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体验一次 那一次就够了 说实话 十元快捡真的太快了 效率也太高了 你进去没有理发师跟你说话的 我进去那个老板看了我 朋友们我上次用 跟别人打招呼 还在高中的时候 让同桌把卷子给我看一眼 我就坐下来 一般在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提自己的需求 对吧 给我来个墨西干 但是在这种十元快捡 你没有这样的权利 是老板告诉你 你能减什么样的发型 因为他只会两种 光头和寸头 不然为什么快呢 一个男生突然要剪光头和寸头 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 我还在那考虑这件事情 老板的推刀 已经开始推我后面的头发了 我说老板你稍微等一会儿 我还没有想好 他说没有关系 无论你选哪一种 我都要推你后面的头发 我说那你上面 好歹给我留一点 他说行 寸头是吧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时候寸头 就是最好的选择 然后他就火力全开了 拿推刀直接上 我感觉自己就错过了 一通震动的微阶来电 他就剪完了 非常地快 非常地迅速 但是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我在进到这家理发店的时候 我发现 它跟一般的理发店不太一样 它没有洗头的那种水池 它连喷壶都没有 这家店没有一滴水 我在想 他怎么清理我的这些碎发 这个时候老板从天花板上 拽了根管子下来 再把开关打开 那是个吸尘器 有谁要在天花板上 掉一个吸尘器 你们有被用吸尘器 吸过自己的头吗 你们知道那是一种 什么样的感觉吗 你会觉得我脏了 我好想逃 但我逃不掉 声浪非常地大 我整个人被笼罩着 我被吸完之后 我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 我在想 十块钱也是钱 我怎么说也是个消费者 我还是个小明星 为什么要遭受这一切 这个时候老板俯下身来 我以为他要安慰我 老板拍他拍我 让我把钱付了 我付完钱出去 我女朋友在对面一家 没假店做没假 她还没有开始 这个好玩 我就剪完头发出来了 他也很诧异 很快吗 什么感觉 我说便宜 但没有尊严 所以我现在 我再去到一般的理发店 剪个头发 七八十块钱 上百块钱理发店 我没有觉得特别的贵 我觉得 哦 我也太开心了 这帮朋友也太nice了对吧 你还没有进到门店里面 他们已经开始跟你打招呼了 先生 一位是吗 一位是吗 好的 娜娜一位冲水 娜娜就在那 我都看见娜娜了 但有这个东西 显得特别专业 我觉得全中国 最像特工的一帮朋友 就埋伏在各个城市的 理发店里面 娜娜温柔地给我洗完头之后 她会给我引到座位上 还会提示我 注意脚下的台阶 我坐到座位上 娜娜给我一个iPad 里面有个发型裤 几千种发型任你挑选 光寸头的寸法都一百多种 选定之后 Tony老师还会来跟你确认一下 先生 这个是吗 这个是吗 OK 然后他会用梳子梳我的发露 朋友们 他超温柔 作为一个男生 很少有这样的体验 他简易到他梳十次 然后捋那么一小撮 在自己的指缝当中 微微地剪出一些东西 再把我的头摆正 看一看镜子里 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理发师 你得有一些专业的动作 对吧 来让你的顾客感到放心 很多男生都有这样的体验 你在一个理发店里 待待两三个小时出来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只有这两边的饱和度 稍微低了那么一些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从这样的理发店出来 整个人自信很多 对吧 我再见到我女朋友 她说 你什么感觉 我说贵 但贵贵的道理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童某男 我经常感觉 其实咱们每一个人 都特别的焦虑 像我作为一个英语老师 在过去连签证都停办了的一年当中 从事这个出国留学 培训考试教育 真是给我焦虑完了 我们校长都要去房产中介里 做兼职了 我这边还一边备战 咱们的这个录制 还一边备我的语法课呢 我这边还主为一致平行结构呢 我们校长那边已经开始 三十一厅南北通透了 我学生也很焦虑 就你感觉说好的留学 变成了留在家里上学 两年的网课呀 还没有来得及动身过去呢 学位证已经要寄过来了 还在那发邮件咨询呢 说 when are we going to start our class 对面直接回复说 You have already graduated 好吧 Congratulations By the way Please stay in your country There is no need to come here 学生的计划被打乱 学生家长更焦虑 我们甚至都要开一个公益的课程 就叫做反焦虑家长营 家长还都很英识 都是CEO企业高管 所以在我们这个课堂里 你能看到 可能是我们教育界 最温暖人心的一个场景 一个还在为租房 发愁的青年教师 给一群亿万富豪 普及如何克服人生中的焦虑 那课上的呀 我竟然都上出了一种 给泰森示范防身技巧的感觉 我在课上还问 为什么要来选择我们的课程 家长说 佟老师 您有所不知 走向成功 我们有的是心得 但是要说 面对绝望 苦中作乐 您是我们所有人的老师 说到动情术都扇护起来 说大家说是不是 面对焦虑 我确实很有心得 因为我童年其实学业都非常的坎坷 我小时候最大的焦虑 就是我有特别严重的注意力缺陷 现在也叫ADHD 我当年上课都很费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 就你在课堂上 明明想集中注意力听讲 但是你的思绪 就能飘散到九霄云外 当年老师在台上讲着 狐假虎卫的预言故事 我在底下就漫天的联想 我想着狐狸带着老虎 大摇大摆走在森林里 其他小洞我都吓坏了 纷纷逃窜 只有那个大象不为所动 狐狸跟老虎解释 说这哥们得多沉啊 想跑他也跑不动啊 老虎心想说 是 这得多沉啊 想跑他也跑不动啊 旁边打猎路过的曹冲 兴致勃勃 说嘿 我倒要撑撑 这个大象有多沉 伐木造船 刚推到海上 准备开始撑 宝剑又掉水里了 在那琢磨说 是这儿掉起的 底下又窜出一个精灵 说你掉的是这把木头的 还是金子的呀 等我缓过劲来 台上站的 已经是数学老师了 我们班主任也很焦虑 把我和我妈 都叫到他的办公室 说莫南这个知识 都学砸了 中国语言故事 被他祸祸的也差不多了 一定要去看心理医生 注意力缺陷 这个病因很复杂 你得找 找 找 找到了咱们才能对症下药 你说是不是阿摩南妈妈 我妈一个机灵说 又抱歉 老师您刚才说了什么 老师在那儿 说来也巧 找着了 以为多难找呢 我就给你确诊了 好吧 后来当我 注意力缺陷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发现 我已经可以 以毒攻毒 用幻想 来治愈我的焦虑了 生物课上 我看着进化论 我就在那儿想 如果说 我是这个世界上 最早最早 被进化出来的那个人 我一定不会像今天这么焦虑 因为我光想想 我变成了一个人 我就足够开心了 我每天就得美滋滋啊 我一口气 站到了生物链的最顶端 这是什么样的阶层跃迁啊 I am a human being 飘了 膨胀了 看见猴 心态都不一样了 随手就扔一个香蕉 吃去把 Monkey 森林里办联欢会 我永远是那个 压咒出场的大明星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童某男 表演最高难度的街舞 直 力 行 走 那个时候 我相信 我内心一定只有一个想法 我就要 心满意足地 做个人 谢谢大家 我是童某男 谢谢大家